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解放军东部战区 今明两日在台湾周边举行联合演员 内地多个军事专家分析 解放军今次的演练 反映对台岛有全方位无死角打击能力 除了政治层面 在经济和军事上 也显示大陆有能力将台岛封锁 阻断对外贸易和台独分子逃跑 解放军过去两年之间 多次在台岛周边海空域 进行大规模军事演练 2022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 解放军持续九一军演 相比之下今次演习范围更加大 更加接近台湾本岛 多个尼岛也都在演习范围之内 一旦对台岛实行封锁 那么就会使得台岛的经济瞬间崩溃 台岛就可能变成一个死岛 由内地军事专家也都指出 今次演练除了是由政治上 敲打民进党当局 也都反映解放军可以折断台湾的重要命脈 于是政治上痛击台独的大本营 台湾到南部的高雄港 它是台湾的第一大港 因此演习具有掐住高雄港 这个台湾的海上门户 沉重打击台湾对外贸易的这样一个意味 解放军能够把台湾当局的海军 牢牢困在港内 是对台独势力以无谋独幻想的一个有力的震慑 至于台湾东部 花莲对出海域的演练 专家就解释是为了阻断台湾能源进口 台独势力逃走 以及美国等外国提供援助的通道 另外《环球时报》报导 今次是解放军第一次进入乌幽罪 东引岛附近水域 即是台方所谓的限制水域 又引述知情人士说 陆方有可能复制金门模式 登上洗经有关倒罪的台湾船上执法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导 财政部发行首批3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 那地市场反映热烈 在佛山市有银行说 首批2000万额度在开售10分钟之内 已经被全数认救 在佛山市这间银行 职员说这批超长期特别国债 正式开售之前 已经有不少客人来了解购买手续 流动性、手续费和报价等的详程 有入市的民众认为 国债以长期投资来说相对稳健 内地今年起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第一年先发行一万亿元人民币 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以及重点安全能力建设 而财政部门早前公布 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 将会在今个月至11月期间 分22次发行 其中第一批20年期特别国债 将会在星期五发行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宜报道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将会在今个月26至27日举行 外交部宣布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去到南韩首尔 出席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南韩总统府宣布 南韩总统尹石月 下星期日将会分别与李强 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议 三国领导人将会在下星期一举行会议 并出席中日韩工商峰会 今次将会在相隔大约四年半 再次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对上一次是2019年12月在成都举行 之后受到新冠疫情 和南韩和中日两国关系转差影响 未有再举办 中日韩是近邻 同为亚洲和世界主要经济体 李强总理将同日韩领导人 共同出席三国领导人会议 中日韩工商峰会等重要活动 就中日韩合作交换意见 在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复杂演变的背景下 中方期待此次会议为三国合作 注入新的动能 更好实现三国互利共赢 中方愿同日方韩方一道 落实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等重要共识 深化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 推进东亚区经济一体化 促进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美国向中国进口电动车 电动车电池和晶片加征关税的措施 将会在8月1日起生效 中国驻美大使馆说 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自身决益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发表公告 说美方将会在8月1日开始 对中国进口电动车 电动车电池 电脑晶片和医疗设备加征关税 其中电动车关税由25% 大幅增加三倍至到100% 电动车所用的锂电池 关税就上调至到25% 至于2025和2026年加征的关税 将会在那个年度的1月1日开始生效 公告一共列出387项产品类别的 新关税税率和实行的日期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说 这个举动是对针对性和策略性的产品 大幅调高关税的重要一步 形容调高关税是合理 因为中国正在这里 损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当局又说下个星期三开始 将会就加征关税 对美国造成的经济影响 是不是向医疗用口罩和手套 征收25%的关税 以及是不是调高针筒的关税 展开为期30日的公众意见证信 美国早前宣布向总值180亿美元 中国进口货 包括钢铝 半导体 锂电池 太阳能电池和关键矿产等加征关税 有分析认为 美国加征关税的举动 明显属于象征息 不排除是拜登的选举手段 展现对华的强硬立场 在11月的大选争取选民支持 中国驻美大使馆说 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卫自身权益 又说加征关税不单只干扰 中美之间正常的经贸合作 还会显著推高进口商品成本 令到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受更多损失 令到美国消费者付出更大的代价 无线电视记者何英桥报道 中共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一年两日在山东省考察 并与内地国企、民营企业、港澳台 和外资企业等举行座谈会 强调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星期四下午在山东省制南市 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 多家内地企业和专家代表 出席并且就深化电力体制改革 发展风险投资 建立健全民营企业治理体系 优化外资企业营商环境 推动香港更好地融入新发展格局等等 提出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之后发表讲话 强调改革系发展的动力 要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 和体制机制弊端 要坚持和发展国家基本经济制度 究竟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要由人民的整体利益 根本利益 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 注重由就业 入学 住房等等 推出更多改革举措 习近平星期三先去到日照市考察 先后到访大型港口日照港 了解当地推进港口智慧化 绿色化建设 国大对外开放的情况 习近平又去到阳光海岸绿道 实地了解修复治理之后的海岸线生态环境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道 这次时事中国讲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unfamiliar 随 60毫лов itorλο 伝责 了解